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标签里面有饰柜和地下布门玻璃碎 警方说下午3点10分接到标签报案 说匪徒劫走批手标之后 登上一架接应的私家车向七涵道南方向逃去 事发时候在店铺的职员认为 最初进入的一个顾客其实都是劫匪 他说匪徒守略大概两分钟 其中一个人向职员挥舞致示了一把西瓜刀 要求他们不要动 翻查资料标行2020年7月搬迁到宴旨之前 在同一条街被四个南亚裔的匪徒打劫 当时报称被劫走大概150万的售标 职员说当时老板在店铺的门口交收御劫 跟今次不同 他估计近期经济差令到标行再次遇见 无线电视机者陈坚报道 警方拘捕一个男人 涉嫌与张军路商场和街市多宗爆市案有关 被捕的34岁男人 暴清任职厨师又竟然压走 张军路宝林商场和翠林街市三个月以来 发生多宗爆市案 星期一深夜有发生两宗华尔爆市案 警方到场之后 凭着闭路电视片段掌握到 匪徒的身份 晚上去到宝林商场一间快餐店拘捕他 初步调查相信他由于欠债 所以在工作地点附近爆洩 艺人周海薇因病前日离世 中年57岁 荣心都在内地 他的工作室夜晚近10点 在微博宣布周海薇的死讯 说他因病医治无效 星期一离世 他的妈妈也在铁文说 希望周海薇去到另一个世界继续快乐 家人都以他为荣 大批网民去到周海薇的社交网站留言悼念 多着我们的传媒星期一晚 有传周海薇离世 但是工作室未有证实 他的好友田启文说 周海薇一直患红斑狼瘡 导致他免疫力低下 身体经常很容易不舒服 知道黄斑狼瘡是一个 免疫力会令人很容易有感染 和身体不舒服 昨晚开始已经不断想去搞清楚事情 今天整天都在求证 知道他在医院里 我都认识他比较长时间 对于他这么年轻的灵势 希望他将来不用再被病痛折磨 作为朋友我们都很远色 香港小姐进入这个圈 本身是满洲贵族的周海薇 香港出世 1985年参选香港小姐 当时虽然未能够晉身决赛 但是之后获邀示镜 19岁出道之后 已经参演台兴剧《杨家将》 黎哥 我没用了 我去帮你 之后参演多出剧集为人熟知 包括流氓大亨的《方学龄》 《义不容情》的李华 令他事业起飞的 莫过于他是1994年 释演《倚天屠龙记》的周智若 令他打开台湾和内地市场 1995年他在晴隆大地 更加掩护18至80岁的刘鸭彩 极具挑战 我不会害你的 你害怕的 我不会害你的 大闹广昌龙的小芙蓉 和他温柔甜美形象相当匹配 周海薇大约20年前 转望内地发展 近年已经移居北京 他对上一次出席公开活动 要数到上个月 报线电视记者 留传玉不道 区议会 区议会选区结束 重置委任区议员 179人名单也出楼 不少是前区议员 也有医疗、教育和社福等 专业人士获委任 行政长官李家超 形容获委任人士 热心地区事务 有效提升区议会 咨询和服务功能 179个区议会委任議席 由行政长官作出委任 不少都有区议会经验 或者是地区三会成员 在小数族裔居民较多的 九龙城区和尤尖旺区 各有一个小数族裔代表 张郡奥将会兴建中医院 所属的西贡区 委任了曾经参选立法会的 中医师李家印 同区有年龄最小的委任议员 23岁的庄雅婷 毕业于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 中区有牙医陈建强 港岛妇女联会主席金灵等 以及立法会前议员 民建联叶国谦的儿子叶逸南 名单中都有多名校长 包括周健浩、林翠玲、邱绍雄等等 非建制派也取得灵的突破 民主师陆黄泳浩 获委任为元朗区议员 行政长官李家超说 是根据用人为裁原则 按各区区情和发展需要委任 他们热心参与地区事务 将有效提升区议会的咨询 和服务功能 另外27位乡市委员会主席 按区议会条例成为东元区议员 立法会议员陈月明成为雙秒议员 刘叶强同时是行政会议成员 成为三秒议员 按政党计 民建联连同38席委任 确定成为区议会最大党 拥有147席 至于工联会连同委任的16席 一共有43席 在这一场中其实也是打得惨烈的 确实是 因为我们有输有赢 赢的是赢得漂亮 赢的是赢得悲壮 对我们能力所及的战况 我们是表示满意的 对这个结构性薄弱环节的失利 我们是表示遗憾的 新一届区议会470个议员 四年任期 明年元旦开始 无线电视记者何曼君不道 行政长官李家超期望公众 不要聚焦在选举的投票率 而是将来区议员能够真正地帮助居民 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说 凡中乱港人士如果真心悔改 都有机会参选 区议会选举地方选区总投票率 百分之27.54 是历界区议会最低 行政长官李家超说 不应该只是聚焦投票率 我觉得聚焦应该在整个 整个区议会方案里面 最终我们是会产生了 什么的区议员 将来的区议员和区议会 如何在社区里面 令到我们的居住环境更符合我们的要求 还有有需要的时候 帮市民解决问题 这个是最关键 新日界区议会民主派未能够入习 政务司司长陈国基接受本台访问的时候 如果曾经做过反中乱港的事 需要时间观察他们的言行 是不是真心悔改 小孩子做错事 都跟爸爸妈妈说 我做错了 我道歉了 那爸爸妈妈都看看 你是不是真的 长时间是否真的改了 是不是真的 如果是的话 我们不会说 一世都不让他参选 这个不会的 是吧 但是问题 我们没有一个定的时间 实际上 一个人多久才叫做改过 资格审查委员会是有好几个委员的 大家会出来谈 不是由我一个人定出的准则 而是大家公认 大家几个都一起认为他是 已经改过自身了 成为外国者了 陈国基说 新一届区议员春年上任 会和他领导的扶贫委员会密切合作 为政策收集地区意见 包括正在研究中取代贫穷线的多维指标 母亲自记者 侄决无道 一式回来有其他消息 回来新闻时间 先看财经消息 美国通货凭将数字表现参迁 美股走势反复 道指报36511点 升106点 标普500指数报4630点 升7点 美国消贩物价出乎意料上升 但升幅轻微 岸年比较升幅就持续收集 投资者继续注视联邦储备局 今个星期货币政策会议结果 美股观望气氛仍然浓厚 导致初段跌31点 之后窒幅上落 上午中段升超过100点 商业软件开发商甲军民 上季度营业收入低过预期 现季度很可能继续较预期少 公司股价大幅下跌超过一成 转发其他消息 两家内地自主研制核机 C919和ARJ21第一次访港 昨天下午飞抵车立港 博调团体可以登机参观 C919星期六更加会飞越维港上空 国家自主研制的窝线支线客机 ARJ21 下午大约2点由上海浦东飞抵香港 大约2分钟之后 国产大型客机C919也抵捕 是首次离开内地 降落赤立各机场南跑道 两架消防车在滑行道喷出水柱形成拱门 两架客机在中间穿过 是国际民航最高级别礼仪水门礼 予以接风洗尘 两架客机之后 滑行到北卫星客运廊附近 有游客趁离港之前 一堵国产飞机的真身 他们两架本身是内地的飞机 所以在国外很多航空局都不允许 中国制造的飞机过来 所以一看到这两架飞机要过来展示一下 所以就比较想过来拍一下 具了解两架国产客机作静态展示期间 会停在商用航空中心这里 首要的嘉宾和团体 星期三下午至星期五 可以登上飞机参观 重头戏就是星期六上演 C919会飞越维港上空作飞行演示 环绕港岛两圈 星期日离开香港 无线电视记者曾今报报道 内地经珠港飞中转客运服务 即是起实施 旅客可以经港专澳大桥直达香港机场 更加考虑将服务扩展到高铁站 叶子华去珠海看过 三二一 经珠港飞星期二举行体动仪式 珠海市相关部门 和香港机场管理局代表出席 项目开通之后 内地旅客可以经港专澳大桥 珠海公路口岸边检站 专用查验通道 完成出境申报程序之后 在航空公司柜位办理登机 托运行李手续 无需办理香港出入境手续 乘搭收费的封关车 经港专澳大桥直达车各机场 海天中转大楼 前往登机闸口 每日有十班车由珠海开出 初期提供优惠车票 成人收费220元人民币 而入境珠海的旅客 亦都可以经这条路线 前往珠海办理边检入境手续 当局预计项目头两年 会有50万人次使用 可以提高通关效率 和降低时间成本 机管局说 旅客最快春天首季 可以直接提供 珠海机场办理登机手续 除了服务在大湾区的目标客群 还希望吸引二三线城市的旅客 我们类地的很多里面的city 现在珠海机场 是有飞到80多个机场的 其中有大部分 香港有40多个 香港是没有直接 direct connection的 这种都是我们的target audience 所以它可以 我们利用珠海机场 就是接播到 现在来很多类地 都很多是用都市 是操入操行的 也有计划是广州南站 另外这份长沙 做高铁是可以联络到我们的机场 机管局说 首阶段会推出一元车票 以及买车票送机票等的优惠 吸引客楼 母线电视记者 叶子华在珠海报道 国家主席习近平展开越南两日国事访问 宣布两国关系新定位 他相信双方将会进入政治互信更高的新阶段 路透社报道 两国签署了三十多项协议 包括贸易和铁路合作 到方越南的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习近平 在河内主席府广场出席 粤共总书记阮富仲 为他举行的欢迎仪式 习近平和阮富仲会谈的时候说 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 看待中越关系 习近平说 将越南视为周边外交的优先方向 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之下 中越关系将会进入政治互信更高 分期管控解决更好的新阶段 并为地区乃至世界稳定发展繁荣 作出新贡献 习近平较早前和夫人彭丽媛 乘坐专机抵达河内的机场 习近平出发前在越南人民报 发表署名文章 指今年是中越建立全面战略 合作伙伴关系15周年 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 中越两党两国共守和平安宁 共谋发展合作 走出一条 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阳光大道 他提到中国长期是越南最大贸易伙伴 越南就是中国在东盟的最大贸易伙伴 和全球第四大贸易伙伴 认为中越要继续保持高层战略沟通 共同抵御外部风险挑战 充分发挥地缘相近 产业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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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断拓展在互联互通 中国取消限制的三个陶宅墙 分别维园南高和维多利亚州 星期一开始可以恢复向中国出口产品 中国因为澳洲多个陶宅墙 有工人感染新军病毒 自2020年以来先后暂停10个陶宅墙 和中国的贸易往来 目前仍然有7个陶宅墙被禁止对华出口 中国是澳洲最大的羊肉进口国 亦都是澳洲牛肉第二大的进口国 2019年暂停进口之前 澳洲和中国的红肉贸易额 达到大约30亿澳元 只合大约154亿港元 随着近期两国关系缓乱 中国已取消对澳洲多种商品的贸易壁壁 包括对大麦征收关税 欢迎收看《世界观》 美国多间顶尖学府出现反犹太增野 甚至引发学生之间对立 早前奔席法尼亚大学校长马吉尔辞职 外界说他没有谴责校园暴力威胁 校方在打击种族仇恨和违背言论自由之间 应该如何处理呢? 那是非法尼亚大学校长公司 非法尼亚大学校长公司 以巴战斗持续超过两个月 美国多间著名学府出现 你撑谁的激烈讨论 属于常春藤联盟的顶尖学府哈佛大学 早前有学生出席支持巴勒斯坦人的集会 部分示威者将矛头指向大学高层 批评他们没有支援巴裔学生 校报说有支持巴人的学生租起底 包括个名、班级和课外活动等资料 被人放上网公开 早前网上流传片段 说哈特大学有犹太裔学生 租反对以色列的示威学生包围 有学生担心安全受威胁 美国哈佛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 和麻省理工学院 校内反犹太主义情绪日益高涨 甚至有学生呼吁要种族灭绝犹太人 外界关注校方在打击仇恨言论 和保障言论自由之间 如何处理校园风波 由共和党领导的 众议院教育与劳动力委员会 上星期二举行长达五个钟头的听证会 议员不断追问三间顶尖大学校长 有学生呼吁要杀死犹太人 是不是违反大学的行为准则 火药味甚浓 I am asking, specifically calling for the genocide of Jews does that constitute bullying or harassment? If it is directed and severe or pervasive, it is harassment So the answer is yes It is a context-dependent decision, Congresswoman It's a context-dependent decision That's your testimony today That is not bullying or harassment This is the easiest question to answer yes, Ms. McGill So is your testimony that you will not answer yes? If it is, if the speech becomes conduct, it can be harassment Yes It can be, depending on the context 哈佛大学校长蓋伊 也没有明确谈及相关言论 是不是违反大学行为准则 麻省理工校长科恩·布鲁斯就说 曾经听到反犹太主义的口号 但没有涉及种族灭绝 超过70个众议员不满三个校长 对反犹太主义的正词无论两可 他们上星期联名去信要求相关大学解雇他们 有捐款人更加说 若果马吉尔继续做奔席法尼亚大学校长 就会撤回折合7亿8千万港元的资助 之后大学发声明 说马吉尔在上星期五请辞 不过没有交代原因 同样面对压力的蓋伊就说 他的正词加剧别人痛苦 他心感违陷 哈佛大学有几百个教职员表明支持他 呼吁校方要捍卫学术独立 有内地评论说 美国校园撕裂和白宫近年来改变中东政策有关 前总统乔治布殊和奥巴马任内畅议巴尔行判 不过特朗普上台之后 明显采取亲以色列政策 有美国传媒说 当地年轻一代对政治醒觉 将尔巴战斗视为被压迫者的反抗 他们的想法和教年长的美国人不同 尔巴战斗一旦持续下去 美国校园冲突可能不会停止 我们明天继续世界观观世界 大家好,我是黄仙河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星期一开始 一连两日在北京举行 部署春年的经济工作 强要坚持稳中求进 巩固和增强经济回升的向好态势 以舆论宣传中国经济光明论 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会上发表讲话 总结2023年经济工作 分析现时经济形势 和部署明年的经济工作 会上指出 今年是三年新冠疫情防控之后 经济恢复发展的一年 中国经济在外部压力 和内部困难之下回升向好 2024年要继续推动向好的趋势 需要克服多重困难 主要是有效需求不足 国内大循环未畅通 外部环境复杂性 不确定性上升等的因素 但内地发展整体具备有利条件 经济长期向好价基本面无改变 必须要坚持高质量发展 依靠改革开放 加强发展动力 会议强调要做好出现经济工作 要坚持稳中求进 先立后破 改善财政支出结构 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科技创新 数字经济等方面的支持力度 加强经济宣传和舆论引导 要强调中国经济光明论 要以科技创新引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 加快推动人工智能发展 传统产业转型升级 扩大国内需求方面 形成消费和投资互相促进的良性循环 提振新能源汽车电子产品等的消费 也都要推出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的新机制 例如参与新型基建设施等等 加强重点领域改革 推进民营企业发展 落实财税 无线电视机者陈雪儿报导 到深圳的境外旅客 现在去指定商户购物 可以即场办理退税 有商场说大部分商品退税之后的价格比香港便宜 这位白俄罗斯旅客买了一个 一万六千元人民币的手袋之后 获即场退税一千四百多元 是深圳第一位使用即卖即退政策的旅客 内地一般离境退税 是在机场离境时办理 为了提振市场信心 深圳市当局星期一开始 以罗湖万丈城为试点 选出商场内23间商店 被包括港澳台在内的境外旅客 在消费满五百元之后 可以在店内办理即买即退税 大部分是国际知名品牌 旅客亦都可以在几间商店买东西之后 再到服务中心一次过退税 在扣除手续费之后 退税率是百分之九 商场说大部分商品在退税之后 价格会比香港的公价便宜 深圳之前都是主打吃喝玩 现在听说港澳台在这边购物 之后都可以离境退税 以后就会来得吃素更多更加开心 深圳是继上海、北京和广州等地之后 全国第六个实施离境退税 即买即退的试点城市 深圳市税务局说 未来会继续扩大适用商店范围 争取在全市繁华地区的商店 都可以办理即场退税 无线电视记者曹家蕴报道 内地呼吸道疾病高峰未过 多地医疗系统手压 广州有大型医院为了应付大量的求诊病人 启动分流分级诊治 远来专科和邮班医生也都要随时支援 随着流感等呼吸道疾病 确诊数字持续上升 广州市疾控部门说 全市已经进入冬季流感流行期 属于中南地区 国家儿童区域医疗中心的广州市 妇女儿童医疗中心 已经进入就诊高峰期 轮后时间至少一个小时 为了提升诊治效率 远方先按病情进行初步分类 将病人分流到不同的专科 人手方面 非呼吸道疾病科的医生 和邮班医生都要随时后命 病房分配也都有特别考虑 不是说一般的肺炎 我们都要求住院 那么有一部分觉得它是比较 比如说比较相对比较重的 可能我们会流关 如果比较重还是缓解不了 那么才受到这个住院不赖 甚至有些更重的会受到PSU 要应付急增的病人 基层医疗机构 也都可以起到分流作用 八云区这间社区医院 上个月起 每日平均超过530人体门诊 疑科、全科、中医科 已经不分时段修正体病 14岁以下的呼吸到疾病的患者 也是比较多的 针对一些小学生或者初中生的话 我们是会有中午的门诊持续开诊 周末的一个门诊持续开诊 这样子可以满足他们的一个就医需求 内地气象部门就预计 广东省周末起收冷空气影响 气温或者低于摄氏10度 医生就提醒 气温急降容易引发呼吸道传染疾病 呼吁民众做好保暖 和接种流感疫苗等的预防措施 无线电视机者陈雪儿报道 回来本港 65岁获尔上合资格老人家 今日开始可以预阅免费接种 针对新冠病毒XBB变异株的疫苗 多位专家都预计 新冠病毒感染在冬季会出现高峰 呼吁尤其是高风险群组接种疫苗 现在从未打过新冠针 或者以往接种过 只要距离上一针 或者上次感染新冠之后 好返已经超过6个月的高风险群组 即是长者和长期病患者等等 都可以免费打加强剂 有科兴或者两款复必泰检 而复必泰和莫德纳针对XBB变异株的 信使核糖核酸 即是mRNA疫苗 会优先提供给65岁或者以上的人 星期三早上9点起 可以在网上预约平台 预约星期四开始到私家诊所 或者医冠局普通科门诊 选择接种XBB疫苗 至于其他高风险群组 政府说会视乎疫苗需求 适时开放给他们免费打XBB疫苗 无线电视记者何曼君报道 政府公布主要运输基建发展蓝图 未来将会加强北部都会区 和维港都会区的连接 好知多少 当局话未有确实估算 发展北部都会区和交易州人工岛要交通基建 运输及物流局公布 未来30年主要运输基建发展蓝图 项目集中贯通北部都会区和维港都会区 包括市政报告已经提及过 九龙塘到感田的中铁线 途经葵冲 全湾 上路到平斜的北环线 港渡西经交易州人工岛连接洪水桥的铁路 政府亦将兴建沙田妖道 屯门妖道 和连接元朗及北大鱼山的11号干线等 到时候往返两个都会区 主要干渡的容量至少增加六成 政府有没有计算过这批交通项目 需要花多少公帑呢 我们这个发展蓝图 其实我们跨越年份相当长 比如说其实都未必能够很准确 港岛这样能够提到出来的 所以我们觉得不適宜在这个时候 我们就着这个造架 能够给出一个数字 2014年铁路发展策略建议兴建北港岛线 张桂澳线北角站连接至东冲线的香港站 途经会展和添马 当局说因为港岛线讯号系统提升 再客量增加 20年内都没有需要北港岛线 北港岛线 这里不存在走速的问题 大家都知道 铁路规划 甚至一些道路规划 其实我们都要审时度势 会在40年代之后 都才考虑需要 正正我们是一个负责任的做法 另外南淘有提及 南港岛线西段 如果以重铁兴建 部分路断需要深入地底 成本效益不理想 正循中营铁路方向考虑 明年内考定 至于连接洪水桥和深圳前海的港深西部铁路 林尚雄说正的研究除了港铁之外 有没有其他内地或者海外供应商可以乘造 无线性经济在流传浴股道 一个美容中心负责人 为癌症病人提供自然疗法 被控无牌行验 蔡丁追命不成立 案件在区域法院宣判 63岁被告赵淑仪 是美容中心拼庭负责人 控罪说他收取三名癌症患者 合共大约300万 提供治疗和心灵治疗等的自然疗法 并且建议停止服药 最终两人离世 被控三项未经注册 而从事内科执业罪 站委法官钟慧强 在裁决理由书指出 本案的重点是被告提供的服务 是否条例所指的从事内科执业 控方传召卫生防护中心 传染病处首席医生 公建行作专家证人 说被告向三位病人提供的服务 包括问病历 身体检查和处方治疗等等 与西医执业相近 但是被告提供的治疗方法当中 除了咽血和吸氧之外 西医都不会采用 甚至可以说是违反西医原理 钟慧强认为 根据上诉庭案例 从事内科执业的嫌疑 只是限于西医治疗 虽然控方提出 不是中医就是属于西医 应该受到条例监管 但是法官认为控方的说法 是站不住脚和过于广阔 另外控方在案中传召三名事实证人 法官认为事件发生了很久 有两个证人对细节的记忆模糊 难以依赖他的证供作出对被告不利的推论 对死了两个病人的家属有什么话想说 赵淑仪在脱罪之后 没有回应提问 坐私家车离开 无线电视记者梁永祥报道 转带国际消息 日本陆上智慧队前女队阳 指控男队阳性骚扰 法院对三个被告作出有罪判决 分析说今次判决是有理情悲疑 原告五支井里内在律师的陪同下走入法庭 福岛地方法院星期二判决三名年龄介乎29到31岁的男被告 有其徒刑两年 换刑四年 现年24岁的日本陆上智慧队前女队员五支井里内 指控三名男队员在2021年五支井里内服役期间 将他推倒在床进行威胁行为 五支井里内在2021年8月提出诉讼 但是一度被撤销 直到去年6月他离开自卫队 并以公开10名的方式投诉性骚扰 案件才重新进行调查 2022年9月在他揭发自卫队性骚扰事件之后 陆上自卫队承认部分不当行为并道歉 并且说已经开除涉事的几名队员 日本防卫大臣也都向他公开道歉 又说对自卫队和关联机构进行有关性骚扰行为的全面调查 发现了超过1400宗投诉 法院作出判决后 五支井里内在庭外接受采访 表示对结果感到满意 外电报道日本社会仍然是一个传统同以男性为主导的社会 五支井里内案件的判决以正义挑战了日本社会的禁忌 是一次里程悲悉的胜利 有日本历史学家指出 在日本公开指控性骚扰门栏很高 希望今次判决可以令日本众多机构重新审视内部制度 对有关投诉认真处理 无线列士记者曾为三博道 日本执政自民党界政治献金丑闻持续发酵 据报除了安居派和二街派 周年首相岸田文雄曾经领导的岸田派都涉嫌收取回购 日本自民党内的安倍派国员涉嫌门暴政治献金 事件严重打击手上岸田文雄的民望 最新支持率跌至大约两成三 在他上任以来的新低 对自民党的支持率 也都自2012年以来首次跌穿三成 据报岸田文雄计划 最快星期四撤换内国官房长官松野博一等四名国员 正是安排接任人选 在野党立宪民主党对松野博一提出不信任动议 批评他涉嫌收取巨钩回购 严重损害国家利益 难以继续担任现时的职务 动议星期二在众议院全体会议 以166票赞成278票反对被否决 手上岸田文雄重申 会在了解事件之后采取必要的应对措施以恢复公众信心 自民党违规收取政治献金的情况可能比外界想象严重得多 日本放送协会最新报道 除了安倍派和二阶派 就连岸田派也都有收取回购 只是规模较小 岸田派秘书署说 希望在准确了解事实之后再作出适当回应 东京地方检测厅已经就事件展开调查 会从涉款比较多的人入手 岸田文雄上个礼拜四已经辞去岸田派会长一职 被视为是要划清界线 自民党正是要求各个派系 重新审查收支报告 并承诺制定措施以防同类事件再发生 但是有在野党议员批评 如果各个派系都有收回购的问题 单靠切换安倍派国聊也都无法解决问题 应该从根本上改革朝野政治思想 解散所有的派系 无线电视记者陆子旗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